两个图 两个表 一个是这个历年签到的折线图 一个是个需比例图 这个可以把它做出来 那特别注意 排序的部分 之前在ESALE里面是从这边排序 可是特别注意 在这个 资料透视表 它里面排序不能透过这里 这个可能强烈的一定要记得 不是从这边 而是从哪里呢 从它这边 依据排序跟排序 如果你找错位置的话 那你排就排不出来 另外的话 如果要把里面的东西隐藏起来的话 本来这边好像有这几个 记得我们之前好像是 从上面这边有一个按钮 按下去让它打勾取消 可是在这边的话 可能你要改一下 选取它之后 按右键 把它做什么 把它隐藏就可以了 其实道理应该是差不多的 其他的话 像圆柄图 其实它本身好像就已经是 有这个 就是 有点突出文字 你不用特别去设定 当然如果你要特别设定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 三点编辑一下 OK 不过这边会出现干燥 把这个先关掉 这边先关掉 然后再按这边 编辑图表 然后呢 它置地里面好像就会有一个什么圆柄图的一些相关的设定 比如包含就是它颜色啦 然后呢 它的标题啦等等的 然后它的图力 那主要这个应该是图力 图力的位置预设是自动 可是如果你在上方的话 它变成这样子 有没有 然后如果是底部的话变成这样子 然后左边 可是好像没有刚刚那个好 所以刚刚那个叫什么 叫做标签化 或者叫自动 所以这边点一下标签化 这样看起来其实就还蛮好的 最后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 这个上面的标题 也许字形它好像就没有所谓的那个 中黑体 它好像都是英文字字形 所以这边可能没办法调 那我们能调的话就是它的字的大小 比如说二十 然后出题 再来就是颜色改成红色字 OK 这边就改一下 二十好像有点小 它改成三十 三十好像又太大了 改二十 OK 类似像这样子 那其他的话看 需不需要自动 有没有 这是对齐方式 如果自动的话在这里 有没有 可以把它写题 OK 好 那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运用什么 运用Google试算表 把之前我们学过的那个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改成它这边的叫什么 叫资料透视表 有没有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部分的话旁边这边是图表 那再来的话 其中包括部分的话 我是希望你们可以运用这个地方所学的 然后一样 自己去开放资料里面找找看 如果你用以前的 比如说你大一有做过的练习 其实也可以把它转换一下 把它转成什么 Google试算表 当然如果你假设你要想要重新找新的的话 其实这边也可以的 我前面好像讲过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把它转换呢 第一个我还是建议你可以找CSV的 如果没有CSV的话 可能它没有办法帮你转成Excel 所以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资料 变成Google试算表 但第一个 你先把它下载好了 所以我按照浏览次数 多到少 那比如说呢 这边有很多可以练习的 只要是CSV就OK了 那比如说我们再举另外一个案例 比如说第二页 第二页这边 如果我希望呢 做一个练习 就是 这边有个iTai One的那个 就是什么 公共区域免费 这个服务 无线的WiFi热点 那这个是 应该各位不知道 有没有到一些地方 好像都会看到有iTai One免费的 尤其车站附近还蛮多的 偶尔有时候我会试一下 好像可以连 而且速度还蛮快的 那只是说这个资料呢 到底 它的分布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OK的 比如说我想要关心 就是现在很多外国人来台湾 他可能没有吃到饱 那他需要有一些无线的WiFi 那应该怎么做 那当然第一个 我们先点击他 那你可以看到 他提供的栏位总共有几个 是六个栏位 其中应该地区 我想了解说 到底哪些地区 它的热点最多 那当然我怎么做 第一个先把 CSV先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呢 把它打开 记得 如果你要把它转成 Google市转表的话 请你先把它存成Excel OK 比如说这边的话叫 这个名称 把它换一下 叫爱台湾 然后呢 把它上传一下 把它传 放这里好了 这边有个资料上传 记得上传之前 确定一件事 设定里面有没有打勾 有打勾 上传有没有 一定要记得转换 然后把它上传 找到桌面 爱台湾 桌面上有没有 有没有 我好像放下载 在这里 OK 开启 那这个时候 他会帮我把爱台湾 传上去之后 转换成Google市算表 看一下有没有成功 有了 如果你看到是十字的状态的话 有没有 这里一定是十字 不能是这个 如果是这个的话 那就错误 XX 一定是这样子 打开 OK 那如果我想知道说 到底 全台湾哪些县市的 哪些地区的Wi-Fi热点最多 不过猜应该可以猜出来 应该 你直接想说 那应该是台北市应该最多 人口最多 人口还有新北应该最多 可是是不是这样 还有哪些 主管机关 这也可以统计这个 哪个机关的Wi-Fi热点最多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你们可以找一下 就是开放资料里面的这个 或者你打爱台湾也可以 先还给各位